大家好,歡迎大家回來聊新Tube這個頻道 話說我前一天就去了法國迪士尼樂園 那段時期Marvel園已經開幕了 我在裡面就說買了一些東西 想知道詳情的話 都可以去我之前的影片看看 我今天就是來介紹我在那裡買了些什麼 現在在我們眼前的就是這個Spider-Bot蜘蛛盒的機下人 在這個盒的下面也有說它的名字 在旁邊就說它是一個遙控的機下人 在下面就有其他不同的語言 在後面就有這個真正Designer的名字在這裡 在這個盒的下面也有說它的玩法 它也有英文和法文的對照 現在事不宜遲立刻開它出來看看 經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就把這個機下人拆了出來 在這個盒的下面就會有一個手掣 還有一個說明書 說明書都是教你怎樣入電 還有可以怎樣玩這個機下人 它就有解釋到手掣有些按鈕 現在就立刻來看看這個蜘蛛機下人 已經拆出線了,所以就直接拿出來 拿了上手之後都覺得其實是挺重的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蜘蛛機下人的配色 都是一個蜘蛛盒的顏色 配色方面我稍後都會再說 因為也有一個特別玩法 一買回來就會是這個紅色藍色 就是蜘蛛盒的顏色 在下面就是入電位 在旁邊還有一個開關鍵 現在就說一下開機給大家看看 只要蜘蛛機下人和手掣都開了之後 它們就會自動連接 手掣這裡也很簡單 左邊這裡就是向前向後 現在右邊就是向左向右 自動連接 3 2 1 剛才我按了中間的按鈕 按中間的按鈕之後 它就會自己拆掉殼 我剛才也說到 它的配色方面是有第二個玩法的 就是要配合這個 我當時也買多了一套衣服 這個是Iman的衣服 可以套在它身上 現在就把它開出來給大家看看 把它拆開之後 就可以看到是一個Iman配色的蜘蛛機器人 裡面的配件就有它的手手腳腳 以及它的主體 現在就拿出來看看 全部拿出來之後就是這樣 它在說明書上也有教到如何組裝這個機器人 它也有教你在遙控上按 我剛才按的按鈕 然後讓蜘蛛解體 我當時的迪士尼除了看到Iman的主題之外 還有Black Widow主題 以及Black Panther 裝上來之後 它就會變成這樣的樣子 之後它連開機聲音都會不同 大家一起看看 Iron Man Tactical Upgrade Online 再說一下剩下這兩顆按鈕 上面這顆按鈕 就是可以在前面這個位置投影一些東西出來 我現在穿了Iman的衣服 就會投影一個Iman的標誌出來 然後在下面這顆按鈕就是調節它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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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顆按鈕就是調節的炮彈 這顆按鈕是無限射的 不需要入彈的 而在左邊這顆按鈕就是Deluxe的炮彈 然後再把三顆按鈕都射掉 那再把三顆按鈕就不能再射了 然後會發出這樣的聲音 這一個就是Iman的聲音 如果蜘蛛盒的聲音是怎樣的呢 現在就把它拆出來看看 同樣把這兩件零件拆出來之後 就可以將這個零件砍上去 但是裝上去的時候 就要記住要把它重新關機再開機 否則它就不會蓋得緊的 就只會這樣彈一下彈一下而已 那現在這個就是普通射擊的聲音 聽得出來是好像射一些蜘蛛絲出來的 那這個就是Deluxe Blaster 感覺上是射了一些電的蜘蛛網出來的 同樣射了三下之後 它也是不能再射了 那剛才Iman它射出來就是一個Iman的標誌 而蜘蛛盒射出來就是一個蜘蛛盒的標誌 那這個機閒的基本玩法大致上就來到這裡了 那我自己都是因為很喜歡蜘蛛盒 同樣也都很喜歡Iman 所以就買了這個蜘蛛盒機閒 還有你的Iman 在那裏也會有一個機動遊戲 就是跟蜘蛛機閒來做一個主題 就是關於蜘蛛機閒失控 我們就是要做蜘蛛盒 阻止他們繼續失控 我們就是要射一些蜘蛛絲出來 然後去阻止他們 我這個機閒就在法國買的 我猜之後都會在香港推出的 好了 今次這條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就記得要Like、Share和留言 如果喜歡你的頻道的話 就記得要Subscribe這個頻道 如果想第一時間收到我出片的資訊 就記得要按Subscribe的鈴鐺 那下條影片再見 那我都不趕著了 趕著去教人 Bye Bye